將會喘吹出來 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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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Puzzle 先床重褲的打板子 那今天我就示範一下這個打板子 使用的方式 今天試練的是左側的方向 OK 我們今天給的打板子 就是有 以地面高度的尺寸 還有要沿櫃底偏貼型 這個是比較容易注意 需要注意到的 還有要慢慢的尺寸都很重 現在我們現在針對這個櫃底來看 現在這個櫃底 我們要量就是要從地板 從地板上面往上 往上去算 所有一點 今天我們這個櫃底板 我們有一個高度 這個很少 我們的是3mm 3公分 30mm 因為我們這個櫃底板 我們這邊有一個25mm 所以架起來也是30mm 所以我們就從30分 把它折下去 然後沿櫃底邊貼起的部分 要把它折下去 現在去之後呢 我們把它貼上 從櫃底部 差不多跌了 這倒是兩天 有兩天 到這裡 即使用最中的一天 在這裡 是 另一天 其實地板 第一天 可以 這樣 那打盤壺已經貼好之後呢 這邊會有孔位 孔位的位置 圓圈點 這邊有六個 然後這邊 它住的這邊要挖孔的這個 要挖一個 15x12的孔 要挖進去 深12寬15的孔 紅色的部分 那其他的部分就是小圓圈點 1 2 3 4 7 8 9的位置 全部都是 對著這個孔位的位置 然後去做一個挖 鎖上去之後 會變成像這樣的位置 鎖上母童之後 打下母童之後 然後我們再用 這個螺絲 原廠破的螺絲 這樣我們的那個側板 鎖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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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完成了 那右邊一樣用防防的方式去運作